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跳舞 从四岁开始 这个期间一直没有间断过 到现在五零二十七年了已经 有的时候回想起来回想 人生有几个二十七年了 研究生毕业以后 我的职业理想就是想成为一名舞蹈老师 所以我也算是非常幸运地来到了北大复乡 任教有六年了 对孩子的了解也比较的多 在开幕式中和平歌这一个环节 是由六百六十名小朋友来表演的 我恰好有相对比较多的教学经验 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我就加入到了冬奥会开幕式导演团队之中 整个开幕式的导演团队 大家一起奋战 可以说是终身难忘吧 我记得张一某总导演 在倒计时二十七天的时候 给我们开总结会 他说和平歌这个环节 可以说是全场中最弱的一个节目 那么这个节目又是整个开幕式当中 倒数第一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当时总导演给我们下的任务是说 你们两天时间不吃饭 不睡觉 为国争光的时刻就是到了 这个时候体现你们专业的时刻到了 你们能不能把这个环节用更好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这个过程里呢 我就深深地记住了导演的一句话 他就是说 每天都是有绝望的 但每天也都有希望 像现在的年轻人 就大家去干就好了 不要去顾及那么多 冬奥的排练 我们全部是室外 没有在室内 我可以工作18个小时 我可以不吃饭 甚至不喝水 冬天最冷的时候 下雪的时候 我们也在鸟巢排列 就完全是靠着一颗特别炙热的心 来支撑整个这个工作 大家全都是拧成一股绳 一起就为这个开幕式来去奉献自己的这个力量 这个过程我觉得 对自己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 人生财富吧 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找一份 你自己非常喜爱的职业也好 兴趣也好 然后去坚持 用一颗最单纯的心去坚持 把它当成信仰一项 你像我 比如说我就找到了我的这个信仰 那么就是舞蹈 这个舞蹈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 现在呢 就是刚吃完饭 马上就准备进入下一堂课了 在成人普及教育方面上 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 他是非专业的 那这些学生怎么样来学习舞蹈 可能你对他的输出更多的是舞蹈背后的文化内涵 我们中国的舞蹈走出了世界 带着我们中国的文化的符号 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作为一个舞蹈工作者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有同学就问到就说 老师为什么这样的动作 我觉得它是不美的 但是为什么会在我们的石窟上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现代人认为美的东西 那么在那个时期是不是美的呢 或者当时他们认为美的东西 我们觉得是不是美的呢 我觉得这个背后 一定是有我们长久的文化的底蕴在这儿的 我最近非常喜欢李尔克的一句话 他在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提到 愿你有足够的忍耐去担当 有足够单纯的心去信仰 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顺心或者是困难 那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坚韧的心力 你能够把它承受下来 然后把它跨过去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一定要坚持 在我们2022年的今天 我们的综合实力已经非常非常的强大了 我们只要大胆地去把你心中认知的这些信念表达出来 这个就是中国当代青年的文化自信 就是放松地去做 在自己的专业上 自己的领域上去做到最好 这个就是文化自信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